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來跟大家開箱一件 很久很久以前的一部遊戲機 就是這一部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一部是什麼 可能比較年紀小的都未必知道這一部是什麼 這一部機就是任天堂所推出的V的主機 這個主機大概在現在是16年前推出的 我自己其實已經有一部VU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之前的Super Mario Maker 我曾經就特意買VU是玩那隻Super Mario Maker 誰知道後期竟然在Switch上再推出了Super Mario Maker 2 那我就立刻動了 那我的機器其實也很少玩 加上VU是如果你沒有那些配件 你是玩不到V的一些遊戲 例如如果你沒有那個手掣的蘑菇 你是沒辦法玩一些運動類型 大家都知道 又或者可能不知道 那這部機其實最有名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部機最有名就是當時的VU的一個運動類型 就是可能是打網球 打保齡球 打高爾夫球 以及打拳擊 還有其他很多不同 不過我自己也沒玩過 因為其實當時小時候 都沒有那麼多資訊 我自己沒有那麼多資訊 可以知道 到底有什麼遊戲可以玩 有哪些什麼遊戲好玩的 所以其實我都錯失了很多一些 玩一些好遊戲的機會 那現在我就有機會買了回來 不說不知道的 現在這部機其實人們是賣很便宜很便宜 非常之便宜 便宜到我不敢相信 可能我沒有吃兩三次飯就已經買到一部主機 極誇張 那我們來看看他除了這部主機之外 還有包些什麼 咦! 那就是這一塊 那這一塊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呢 那這一塊是什麼呢 那這一塊就是V用的一塊平衡版 上當年這塊平衡版也挺貴的 因為 他當時標榜這一塊 就是可以站上去玩一個遊戲 遊戲上面可能是包括一些體感遊戲 例如現在的Wing Fit 就是跑步的 但是這個可能就比較 你可以當是Wing Fit的前代 或者Switch的前代 這塊是超重的 那我就連同它的V用主機一起買回來了 非常之重 也非常之大塊 那他還有一些小小配件 這個就是它的底座 就是整部機的底座 然後呢 然後還有一些線 它其實包了很多東西 基本上我買這一次 是所有東西配件都有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它只有一個按鈕 它只有一個按鈕 那當然啦 我沒有兩個人一起玩 我只有一個人而已 那這個就是它的火牛 那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V主機的Sensor 那你要有這個東西才有 可以Detect到控制器 而控制器就是這一塊 那它呢 剛才也說過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它的一個按鈕 那這個就是V主機 V的手按鈕 基本上就很簡單一個這樣的手按鈕 其實都相當之像Switch的手按鈕 真的 我某程度上覺得 Switch的外形 甚至可能是那個概念 其實都像這一部東西 都像這一部東西 都是可能體感類型 OK 那它的電就是用這些電的 這些3A電還是2A電 這叫做 對啦 不懂分 然後它就可以插這個蘑菇 那有些遊戲 你是需要插這個蘑菇 即是附控制器 你才可以玩這個遊戲 而且我本身一開始看的 那個賣家只是包一些主機 還有一塊Wingfit的板 還有一些線 我沒有猜到其實它是連遊戲都有的 還有一些我很久都沒有看過的樣子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第一個 首先第一個就是Wingfit的遊戲 一如我剛才所說 它就是站在那個板上 然後進行一系列的一些遊戲 不知道大家清楚 那它就有一些足球 一些呼拉圈 然後瑜伽還有拉筋 那我相信它除了這四樣之外 一定還有其他遊戲 這個可能只是初代的版本 那有機會我就試一下給大家看 那部機其實我試過的 所以我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試給大家看這個遊戲畫面 而另外我就看到一些非常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些 這些我已經很久沒見過了 這些我已經很久沒見過了 好 那我們逐個逐個看 首先就是Cooking Mama 說一下這些是甚麼 那這些如果你在小時候 可能你譬如有一部V 還有PS2那些 那基本上很大情況下 那個遊戲譜 它是會有這些賣的 那這些就是老翻 這些是一些老翻 這些是一些老翻 然後就大功告成 那翻版碟就這樣做了 那我其實都很久沒見過這些 因為通常小時候我就保持不久 通常小時候都是省位 都是會可能覺得這些 有些紙 很壓定 所以直接就扔掉這個東西 然後再進入一個白色的 一個碟套 但其實這樣是最不好的地方 因為我長大了才知道一些遊戲 最有價值的地方 對 最有價值的地方 可能是碟套 還有那個盒 那個盒才是最有價值的 因為 可以說是它的出生寺 當然老翻就零計 但老翻也有 都要印這些 都要印我 都有用的 好 那第二隻 第二隻就是這隻 這隻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它的運動類型的一個遊戲 有這個網球 網球、棒球、拳擊、保齡球 還有那個是什麼 拳擊 對 高爾夫球 就是這些 然後就一些 對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那些碟套 我小時候都見過很多這些碟套 然後就在左上角、右上角 就會寫下一些字 告訴大家 這隻是什麼碟 好 下一隻就是釣魚 沒有什麼 我都未見過這些遊戲 因為那時候都沒有什麼怎麼玩 然後一個 這個 Mario 任天堂的主角 Mario 然後這個是那個 不知道是什麼套 不知道是什麼套 下一隻 這些應該是體感遊戲 或者 這些是那些 幼老之達人類型的遊戲 之後這個 叮噹的一個小遊戲 應該是大虎翁之類 這個應該都是小遊戲的類型 不知道是什麼 OK 還有就是三隻這些 任天堂的大亂鬥 然後這個是文字類型遊戲 最後這個是Cooking Mama OK 因為它也挺特別的 有送這些 簡直是回憶我當年 見過的東西 我猜不到它也有送這些 我覺得雖然我 我試過 有一隻碟我試過 其實是混不著的 但我覺得也有價值 因為它可以讓我知道 有什麼遊戲是值得玩 我覺得 也可以的 我忘記一開始有沒有說到 其實我買這個套餐 這個套餐 這個套餐 特地找我的買家買 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我是想要一個按鈕 其實我是想要V的手按鈕 這個對我來說最重要 因為我原本的VU 我是可以用到這個手按鈕 用到這個Sensor 其實我是可以用這兩個配件 然後再插上那部機 之後那部機就可以做到 玩到V的遊戲 其實我是主要是想玩這個 另外我就想買那個 Wingfeet的版 但是現在真的極之便宜 非常之便宜 現在的價錢 我覺得真的挺划算 上當年這部應該也說 一千多二千 一千多元 可能還未到二千元 我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好像沒有買過一手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再說一下這塊板 這塊板是真的超重 這塊板是重得很厲害的 那時候我交收的時候 我交收完了 然後我有些東西要買 然後就拿著它 因為本來我已經知道 這塊東西是很長的 我就特地帶過一些 現在的傢伙袋 然後放進去 誰知我沒想到這塊東西 是重得很厲害 然後我就拿著這塊東西 拿著這塊東西 還有那個V主機 我記得它有一個環保袋 就是放一個主機 但是它沒有袋 是放這個 所以我自己帶了一個 現在的傢伙環保袋 那個主機就放到背包 這塊板就拿 壓外再拿 但是我發現真的超重 我覺得那時候 因為我交收完了 我又有東西要去買 要去買 然後就抵著這塊東西 拿這個環保袋 現在的傢伙環保袋 抵著這塊的東西 然後走的 嘩!真的超重 那時候我已經開始了 Wing feet 的運動 人家可能站在上面 而我就拿著它一直走 我覺得那天已經流了很多汗 尤其大家也知道最近還挺熱 所以我覺得已經開始了我WingFit的運動,運動力超大 可能別人站在上面做一些瑜伽,但我就抬著他做一個重訓練,肌肉訓練 好了,大致上這部機就先說了這麼多 其實話說開箱,但最主要是跟大家看看有什麼配件,有什麼東西說 因為這部機其實我覺得我這個價錢買是超值的,超值 一來我可以買到我要的配件,其實最主要是配件 因為我看過配件,如果你全新買都可能要用多少錢呢? 我記得Sensor好像四十多五十元,然後手掣就很難有全新 那我當它可能一百元左右,一百元可能用手掣再加一個蘑菇褲控制器 可能都要七八十九十元,其實加起來都要百多元 但是我買這個Sensor只是加多一點點錢 我就有Sensor,有這個主機,然後又有些碟,然後又有一個手掣,雖然只有一個 但是我覺得都可以接受了 好,那這次的影片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 我未來將會再收多一部機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部 好吧,我們下次再見,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